隨著路口一輛白車 突然從內線切出來 後方執行車根本來不及閃 輛車猛力一撞 彷彿碰碰車般 瞬間彈開 從另一個角度看 當初白車原先要左轉 但一個瞬間突然反悔 往右邊開過去 遭後車直接轉開 你自己開得不好的時候 就會發生車了 這種違規 很危險 事發地點位於彰化市區 22號晚間12點多 25歲理性女子開車 行進京馬路 原本在張新路口 已經開到內車道了 準備左轉進市區 卻臨時改變念頭 打算該往河美方向 他突然往右偏 和後車撞上 影片曝光後 網友怒批 連看都沒在看 還有人說是在臨時 校正回歸嗎 所信兩車駕駛 都只有差錯傷 內側的轉彎 左轉彎車道 臨時想到要到河美 處理事情 然後打翻向燈 右轉的過程中 與如性駕駛的小車 發生碰撞 警方指出兩人都沒酒駕 出判是駕駛人轉彎 或變換車道違規 釀成這起車禍 但再看一次 女駕駛改變心意 違規往右切的畫面 實在有夠離譜 記者陳盛偉京圍中 王百英章話在訪報道 一切都沒有 過程中 能夠 說明 川普 計圍中 谢谢大家